这只小白狗已经在这户人家门口 趴了好几个月了 不管楼里的住户什么时候经过 它都寸步不离地守在大门旁边 如果碰到认识的邻居 还会哼哼唧唧地凑上去 像是要说点什么一样 而这其中 住在小白狗楼上一层的大姐 被叨扰的次数最多 她说自己先前和这只小狗并不太熟 只知道她的主人是楼下一位90多岁的爷爷 不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过照面了 而这只小白狗 看起来也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她最近每天都会跟着自己上楼 坐在家门口不停哀号 可是当大姐为她敞开房门后 却又一步都不肯踏进屋子 只会默默地看着她 露出那种近乎祈求的目光 大姐要是走到楼外 她也会跟在屁股后面 不停地绕着圈圈 像是引导着她去做点什么 其实大姐心里很清楚 这只小白狗就是想让自己去帮她敲门 因为她每次跟着狗过上楼时 对方都会在家门口停下 看向她的目光充满了期待 大姐一边喊着爷爷 一边又一次敲响了房门 她敲击的频率越快 小白狗就显得越兴奋 似乎期待着某个瞬间 大门会奇迹般地为她敞开 她能又一次看到盼望已久的人 然而狗狗的希望注定落空 因为大姐已经不知道敲过多少次门了 里面却从来没有传出过回应 其实她也尝试过寻找爷爷的联系方式 甚至翻看过楼下的信箱 可是里面除了堆积成山的票据 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大姐说虽然他们都是邻居 但爷爷一直腿脚不便也很少出门 所以不算是特别熟食 这回突然消失了好几个月 还把心爱的狗狗关到了外面 难道能是出了什么意外 为了弄清楚来龙去脉 也为了让小白狗不再遭罪 大姐联系了动物保护组织 希望借助志愿者们的力量联系上爷爷 志愿者先是走访了小区物业 可是所有工作人员都说没有留存电话 爷爷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在志愿者四处打听的这段期间 狗狗依旧是不分日夜的守在门前 只要听到楼下传来异响 就会急冲冲地跑到外面张望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街道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唯独没有爷爷的身影 小白狗捶着尾巴回到楼里 依靠在家门前 看起来特别失望 直到当天深夜 他都久久无法入睡 一直养着脖子 钉向紧闭的房门 突然间他高高跳起 试图用嘴巴去够门把手 一次没有成功 就后退几步再试一次 整整一夜 狗狗就像不知疲倦一样反复尝试 直到再也跳不动了 就重新趴回地面 眼角似乎还闪烁着泪花 他就这样一直熬到白天 当大姐从楼上下来时 狗狗还缩在墙角里面 连起身迎接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姐往碗里添了点狗粮 可他只是闻了闻 却一口没吃 似乎心思全都挂在了主人身上 看到狗狗这副模样 大姐明白了 如果爷爷还不回来 小白狗可能也不想活了 没办法 志愿者们只能加紧步伐 把打听范围 扩大到了整片小区 幸运的是 他们很快找到了 几位跟爷爷有过交集的住户 大家说爷爷身体一直不好 几个月前突然恶化了 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时 对方好像跟儿子一起去了哪里 有可能是医院 但具体的也不太清楚 只不过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至于为什么没把狗狗带走 更是无从得知 虽然线索并不明朗 但好歹是有了方向 志愿者们又一次开始了信息收集 结果在爷爷大门边的牌子上 发现了关键证据 那是一块朝鲜战争退伍军人的门牌 所以如果爷爷住院的话 很有可能会去退伍军人医院 志愿者们火速联系了 全国各地的相关医院 终于找到了爷爷的下落 可是当他们赶到病房时 情况却并不乐观 老人躺在床上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眼神却异常呆滞 当医生指了指旁边的女儿 问他认不认识那个人时 爷爷茫然地摇了摇头 紧接着医生又指了指自己 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回爷爷仔细端详了一番 却依旧回了聚不认识 走出病房后 医生告诉志愿者 这位爷爷不仅患有脑梗 而且还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他们明明每天都会见面 女儿明明没日没夜地陪在他身边 他却谁也认不出来了 这时志愿者抱着最后的希望 掏出手机 给爷爷看了小白狗的照片 他仔细观察了好一阵 没想到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 爷爷脱口而出叫了小白狗的名字 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照片 几秒钟后眼圈突然红了 原来两个月前 他突发脑梗塞晕倒 被儿子送到了医院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儿子可能忘了注意有没有关门 不小心让白狗跑出来了 而且因为家里都是自动喂水喂食 所以后续也没有过多关注狗狗的情况 根本没想到 他会在外面一直等待主人 一等就是好几个月 了解完始末之后 志愿者询问医生 爷爷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回家 但医生却委婉地表示 病情不太乐观 可能需要长期治疗 毕竟老人已经90多了 很小的意外都能酿成大祸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志愿者跟医院进行了沟通 最终为爷爷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他们把小白狗装进航空箱里 准备带他去医院和爷爷见面 而老人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也显得特别激动 两只眼睛久违地散发出光彩 甚至还有闲心跟工作人员调侃 问他自己看起来帅不帅气 另外一边 小白狗在进到医院大门后 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整只狗跟趴在楼道里的样子 完全不同 当女儿推着爷爷来到大门外 老人喊出狗狗名字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掉眼泪了 狗狗扑到爷爷怀里蹭个不停 好像要把积攒的思念全都倾诉出来 而老人也紧紧地搂着小白狗 轻轻地拍了拍他 像是在说别着急 慢慢讲 之后一行人来到小花园商议 那位好心的大姐主动提出 可以帮爷爷先照顾狗狗 也会时不时地带小狗来看他 等到爷爷康复出院 再把狗狗送回他身旁作伴 整个过程中老人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摸着狗头 他也知道这是对狗狗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但心里怎么可能舍呢 短暂拜访过后 狗狗不得不跟爷爷告别了 离开前他不停地高高跳起 想让主人再摸自己一下 再摸最后一下 而分开后老人也一直盯着小狗离开的方向 直到再也看不见那抹白色 第二天一早 在志愿者们的安排下 大姐带着小狗去看了兽医 万幸的是 他除了有点营养不良 没有任何其他问题 而在跟爷爷见过一面之后 狗狗像是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洞里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 相信他的心里 一定在不停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只小白狗跟爷爷的故事真的好暖心 爷爷哪怕忘记了那么多事情 却依旧能认出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小狗 最后决定把狗狗暂时寄养在邻居家里时 爷爷一定很难过 但真心希望这种难过 成为他康复的动力 祈祷爷爷能快点恢复健康 重新回家跟小白狗快快乐乐地生活 当然也要感谢好心的邻居大姐 要不是他一直照顾小白狗 可能就看不到重逢的感人画面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